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這次帶大家來到台北大直的直幅宮 這間直幅宮是七掌櫃之前有一次來附近找朋友的時候 無意中所發現到的 在周遭每坪房價幾乎都是百萬等級的住宅區當中 居然隱藏一間舒適宜人的土地宮廟 形成了還蠻奇特的對比 重點是來參拜的香客很多 香火也非常鼎盛哦 因此七掌櫃這次就特別帶大家來到直幅宮拜拜GO 歡迎光臨掌櫃說 我們是一個關於轉運、祈福、變好命的頻道 如果你現在沒有時間把影片看完也沒有關係 記得先訂閱把掌櫃說頻道存起來 這樣才不會找不到我們哦 大直直幅宮的祖師神尊為福德正神 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在正殿同時還有供奉觀音佛祖、天上聖母、寶怡大夫 而在兩旁側殿則供奉有寶生大帝、文昌帝君、觀聖帝君 另一邊則是有供奉慈府千歲為首的五府千歲 劇文在明清之際有大量的移民到此開墾 因而用石頭搭建一座石板廟 而裡面是用一塊石板刻上福德正神奉拜 應該就是我們鏡頭前所看到的這一塊石碑 百姓希望敬拜土地公、護佑風條與筍、農作豐收 而當初的石板小廟就建在劍潭山路的虎頭處 因而喜日又稱作虎頭土地公 後來到清朝嘉慶年間 有位來自唐山采蓮蟑螂的神藝人經過此處 並隨行奉拜慈府千歲神像 也一同共視於十廟內 讓共莊名摩拜 希望能護佑來往商人莊名、行履平安 因此在今天的植伏宮裡 有福德正神與慈府千歲合適的香火淵源 而後來的莊名也感恩土地公和慈府王爺 一路的庇佑護慈 並陸續為神明建廟傳承香火 並且以永植伏繪為旨 正式命名為植伏宮 對了,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主題 別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掌櫃說頻道 先把我們的頻道存起來 你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唷 由於植伏宮的所在地點 是在台北知名的水安豪宅區附近 所以也常聽聞有許多住在附近的 上市櫃公司大老闆 經常會到此參拜 連大直美麗華百貨銀城集團的老闆 也是這裡的虔誠信眾哦 加上這裡地段土地價值不菲 七掌櫃初估植伏宮所佔的土地價值 肯定破億 所以植伏宮的福德正神 也成為真正名副其實的土地公 如果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這裡拜拜走走 七掌櫃相信一定能得到土地公 加持滿滿的富貴能量哦 七掌櫃的城市 有位置的鼓子 有位置有支揚主 riches 有位置沒有好銜色 想著 trouve主 здоров 不管放送時 品質萬別摃出 今天兩人見譚 使用廢出 直到一位置 而在植服宫的旁边还有一间羊公羊妈池 原由是清朝家庆年间 已定居大直的羊望公夫妇生前乐善好施 继品福弱 羊妈又称旺婆 更是霍湘明敬佩 但后来台北城发生瘟疫 导致羊家相继离病绝世 后来羊宅空屋没有人住 湘明如果遭遇病症没有钱看病 都会前来求拜旺婆神灵问普解恶 结果居然神机屡献灵验 祈求者几乎有求必应 并且多不要而遇 故随由庄民协力建池供奉 同时也将原建坛之土地公庙 站错于羊宅土地上 两庙池并立共庄民勇士供奉 在民国78年大直地区 配合政府土地重画 子福宫变成原羊家的土地上 千妙至现今的永植公园旁边 但李明仍然奠基着羊望宫夫妇的庇佑之恩 于是也在子福宫右方新建羊宫羊妈祠 大直直服工的环境非常舒适 尤其是在市中心能够有这样一个绿意盎然的信仰拜拜环境 不论是在这里平静思绪 或者是参拜完土地公后想在这边小气片刻 都会让人有一种卫生心灵充电的放松感哦 而且直服工的建筑非常具有匠心工艺之美 不论是壁面雕刻 及龙柱实施的黑影苗边 庙门的门绳彩绘 还有早景屋檐的细腻金雕 都看得出来当初建造师傅的用心 以及精巧工艺 关于直服工的电话以及地址 七掌柜也会放在下方提供想来拜拜走走的粉丝哦 而如果你看到本集直服工的介绍 让你有和神明产生的共鸣 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直服工 或者是如果你也有到过直服工拜拜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七掌柜哦 然后我们来看看 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可以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也请你动动小手 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